我是大头 在上海困住的第六个月 想念凉爽的海边 当我说到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的朋友圈时 太热了 洗把脸去 从四六级计算机再到考驾照 考证倒是不稀奇 但我很好奇身边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考潜水证 正所谓实践出新知 那就只有自己下海去考一个看看了 我现在在去潜水店的路上 然后我听客服小姐姐说 今天早上会先上理论课 然后下午就可以下水浅了 作为当下为数不多会游泳的选手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还是先听听从业人员的介绍吧 潜水这个运动 其实真正的被大众所普及 是在2010年之后 东南亚海岛游逐渐开放 2012年的7月 2012年开始 2013年底 去考了派地的派地 跟着派地去 派地其实是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 这位是潜水证的幕后黑 不 推手 派地中国去派出的市场负责人 派地在全球的潜水培训市场的市场份额 占到了将近80% 哇塞 80%真的是几乎垄断市场了 那我就去考考他们的证试好了 因为疫情 东南亚海岛是不要想了 但索性考潜水证 首先需要的是理论课和平静水域的培训 这些在办公室附近的一家潜水管就可以完成 这样我们后面这个是多深的 我们最大的深度是6米 然后最浅的深度是1.4米 这个是你的教材 谢谢 然后里面会有整套的 然后那个理论课两个多小时 非常的无聊 感觉一直在讲初中物理和高中地理 虽然有些枯燥 但也正是这一套标准的水费潜水理论课程 确保了安全 这也为Peddy日后的垄断地位 达好了基础 潜水有很多门类 目前市面上大多指的是休闲水费潜水 说人话就是背着气瓶下水看井 深度不超过30到40米 现代水费在二战期间由这两位法国人发明 那个时候的潜水课程演习了浓浓的军事风格 重在淘汰极端情况下体能不合格的学员 一本学术大典加十几次在泳池的训练都不一定能下海 所以那时水费潜水仍像一门极限运动 根本没有大众参与的可能 那我们在1976年推出了第一个open water的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 基本上在三到四天完成这个最初级的课程 这个全新的课程体系脱离了军事思维 让新手能快速学习潜水技巧和安全知识 一下子让水费潜水具备了面向大众的可能 也就是说Peddy这项课程创新 第一次真正把水费潜水从极限运动变成了休闲运动 自然也就有了垄断的资本 现在通过了理论测试 总算进入了平静水域也就是泳池的部分 现在我总能下水了吧 成为一个合格潜水员之前 你要学会怎么自己来组装怎么来拆解 先从我们的气瓶开始 轻轻地拧开气瓶房门开始 制定规则只是垄断开始的第一步 而下一步就是要占领消费者的心智 建立起潜水就是Peddy Peddy就是潜水的用户认知 小白的时候等号就是Peddy就等于潜水机构 你出去的话潜水俱乐部 然后度假村基本上都会你看到一个Peddy标准 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大概90%都出开 这里有一份2018年Peddy面向B端用户的年终总结成绩单 展示了Peddy是如何在社交媒体声量和新闻公关站中 实力碾压自己的竞品的 至于在中国嘛 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初期的一个市场的业态 在中国市场Peddy以环保主题活动切入 利用直播平台撬动明星流量 以此提高社交媒体的声量 在线下也会去草莓音乐节摆放大型水缸进行世界营销 在渠道层面 Peddy定期会给自己的会员 也就是潜店或者教练上课 手把手教会大家使用社交媒体的运营工具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还可以对页面的文字进行更改 在这样360度的心智占领公式下 哪怕你不去海岛也可能动起去考个证的念头 比如现在要下池子的我 就你很难保证你在用嘴吸吸的时候 鼻子无动于衷 鼻腔鼻腔全身水 我们在潜水区做完基本的技能训练之后 教练就带我下潜到深水区 我终于在潜水了 但是呢对我来说我听不到声音 完全失去旁向杆 听说我还撞到了头 我撞到头了 怎么样觉得 我觉得后面还挺好玩的 越来越好 确实是累了点 对 所以接下去的话我们需要你要到开放水域去 入门级的开放水域潜水证 在经过了理论和平静水域两个环节以后 就是去一个像大海这样的开放水域下潜 才能完成最后一步 由于中国目前开发的水域有限 再加上海岛游的普及 75%的中国潜水用户都是飞去国外考的证 泰国 鸿海 菲律宾总有一款让你倾心 当时的价格 AOW是9800泰铢 大概人民币2000块钱 我从OW小白开始考到教练出来 学费大约有2-3万吧 就这个如果算上机票的话就不得了了 虽然考完OW接着消费考证的人不少 但一年到头一直要去海岛考证 也不太现实 归根到底 就算Peddy靠着创新课程和超强营销 成功垄断休闲水费潜水 仍然逃不过非刚需 贫次低的两大魔咒 但是如果不去开放水域 就还有别的选择吗 女孩子 现在就比较倾向于学习自由潜 整个生态比例就拉长了 所以 没错 虽然去海里潜水不算刚需 但拍别人拍不出来的美美的照片发朋友圈 不就是当代青年的刚需吗 在潜水行业增逝最猛的1415年 恰好也是GoPro全球销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13年一开始学的时候就买了一个GoPro 很多的小伙伴都会去买个GoPro 或者买了很多Pro 在水下拍照一定是重要的 但当然我真的得说 如果你要拍照的话就不要玩水费了 因为水费没有一张照片拍出来好看的实际上 对比更适合拍海的水费潜水 不用背气血 拍人更美的自由潜水 也成功引起了Petty的注意 Petty是一个以水费潜水发家的 发家这听得特别像爆发呼 水费潜水起家的这样一个培训机构 15年我们推出了Petty自由潜系列课程 那2016年就被引入到了中国 那我们就下一次试试飞加力 好 我相信你这个 OK 完全的人都会把它戏称为叫蓝色鸦片 就是你进入了一种相对来说很慢很慢的生活状态 每半年当我来到海边 把我的脸浸在海的那个刹那 我是整个人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 结束之后我会觉得有点没完够 就是在水下的时候就有一种我不用思考 我可以完全放空这种感觉 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水下纪录片 而水费的发明者就是她的导演之一 我这才意识到 其实不是1976年的Petty 也不是2015年的GoPro 而是从1942年水费被发明时 影像传播和潜水的命运就被捆绑在了一起 启发着大众对海底的向往 延续至今 而Petty的成功就在于 她用标准化的课程和几乎垄断市场的商业策略 把人类本身对水的幻想和期待转化成了可消费的体验 Petty这桩生意本身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她通过专业的培训让大众满足了自己对水下世界的向往 但是她也有一个安全隐患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 在Petty的商业帝国里 一个潜水教练其实就是一个销售 底薪通常是很少或者没有的 虽然根据地域和服务的潜店会有所不同 但平均可能一个月带10个学生会赚5000块钱 带20个学生勉强可以过万 这样的情况下销售压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难免会有个别的潜店或者教练 为了提高效率 缩水Petty本身的课程内容 或者对下水前的安全检查有所疏忽 安全隐患是有的 因为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她贪便宜嘛 然后就去了一些可能不是很珍规的这种小一点 因为有好多技巧她都不教 有一个差点头都撞到船的楼权桨中 很危险 一起去学潜水的朋友 他到了水下之后发现自己的regulator 就是很难呼吸你空气 就教练说他你就吸我的 发现教练的备用regulator也不工作 他们在勤前 各自其实都没有太多做好这个检查工作 如果你也感兴趣去考潜水证的话 一是希望你一定要多注重潜店的口碑 如果有熟人或者朋友的介绍是最好的 另外如果你在考证中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记得要保留证据 这样你可以发邮件给PADEE官方的质检部门去进行举报 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兴趣去体验一下潜水 你对水下的那种海洋世界是兴奋呢 还是有一丢丢恐惧 弹幕留言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